花林县休闲旅游协会第15届第16届新协任理事长交接典礼21号上午举席 新任理事长是拥有媒体行销专业的王俊杰 包括了市长威嘉贤还有检想邮淑珍都特别到场给祝福 第15届花林县休闲旅游协会理监事级干部 一鞠躬 谢谢大家 我们在15届圆满达成任务 21号上午花林县休闲旅游协会第1516届新协任理事长举办交接典礼 由协任理事长陈运婷交棒给新任理事长王俊杰 整个交接仪式在61位会员的满满祝福中顺利进行 今天接任我们公主会长之后来担任第16届的花林休闲旅游协会理事长 在未来我想我们对观光推展各项的一些活动的推广 我们也会积极努力的来参与 协会也会在未来我们也会配合花林县政府在各项的推广上 那尤其是很多县府推动的一些政策或观光的一些相关领域的东西 我们都会积极的来参加配合这样 那我们的会员其实大家都是在产业里面非常有能量的这个企业组 那大家对于这个在各项的一些行销推广上也都希望能够能够有比较多的机会这样 那在未来的任期我想我在这个部分我也自己会加上我自己所擅长的这个数位行销的部分 那我想我们会来努力的达到这样子 日会有长达11年的新任理事长王俊杰表示 未来会持续以自身专业强化对花莲的数位行销 并且会全力配合县政府推动观光发展 而花莲市长威嘉贤和吉安乡长游淑珍也特别到场给予祝福 期盼旅游协会在新任理事长带领之下 能够持续将花莲的独特魅力行销出去 借徐立琴华联市报道